今天我們來到其中一個台灣之旅很期待的行程 就是來迪士尼100周年環島之星夢想號 這輛車是以迪士尼卡通人物作為主題 在列車內可以跟迪士尼人物打卡 這輛車是如何發現的呢 我反而在日本JR看到這個宣傳 所以我就上來試一下 說是還到 我們沒有選到整個台灣還完 因為這段整段都要12個小時 我們那個太長了 所以我們決定選了在台中到台北這一段 稍時它寫是2個小時多跌的 它有一間叫做Easy Travel2遊網 是做獨家代理的 我們上網買 然後它會幫我們寄到台灣的酒店 一定要跟它說寄到哪間酒店 你確認的時候就可以拿這張票 補充多一點 官網有不同的列車套票方案 大家可以選擇上錯的路線 然後再買票 有興趣的話就上官網看看 我們來的方法就是在台北 坐一程高鐵來到台中 在台中就再用郵遊卡 坐一程的車去到台中火車站 就上現在這輛車 大家記得就不是在台中站那裡上 千萬不要亂 因為在台中站去到台中火車站 這段路都大概要半小時車程 現在我們即將就要去explore一下 這輛車是有什麼卡通物 我也很期待 環島之星夢想號 是以迪士尼百年慶典作為設計主題 車廂集合了十款迪士尼人氣角色 還是首架迪士尼的主題列車 帶領遊客走訪台灣欣賞美景 這輛迪士尼環島之星列車 都有很多不同卡通物品的主題 其中一節就是這個Chip and Dale的主題 不知道有沒有粉絲不同的貼紙 設計也是Chip and Dale的設計 剛剛我們就在這輛車上 發現到一個像等印的遊戲 大家可以去到不同的車廂 提示給你的卡拉OK車廂 和巴桌車廂 找回相應的印印 是一個類似尋寶遊戲 而這就是巴桌車廂 也都是飲品唱飲區 不過是指定時間提供的 大家可以盡情跟Chip and Dale打卡 然後這一卡就是米奇老鼠的車廂 全部你看到都是米奇做主題 例如這個位置可以給你打卡 可能今天是1月2日 你就可以跟它打卡 這個位置也是以米奇老鼠作主題 所以挺有趣的 這裡也是米奇老鼠的角色 和朋友都在上面 而這一卡就是史迪仔卡拉OK車廂 可以看到史迪仔在台灣玩得很開心 例如坐著天燈飛上夜空 還有浸溫泉 駕電單車 在這個車廂還可以盡情唱歌 很棒 在其餘的車廂 會分別看到唐老鴨 旁邊還有Frozen主題的車廂 有小伯 Elsa Anna 這麼喜歡Frozen的你們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剛才打了一輪的卡 現在就來吃我們的晚飯 這次環島之星列車 它會包上晚餐 包一杯飲品 我叫了橙汁 不知道為什麼這輛車 剛剛廂了很久 我們上車本身是7.4 但差不多7.10分才開 本身也跟我說 不好意思 車廂了這麼多 因為車本身有問題 簡直是差點開不了 開不了就要轉第二輛 不是這輛環島之星列車回到台北 超級掃興 還要付很多錢 幸好最後也有成功搭到這輛車 不過他說有可能要延遲一個小時或以上 才會回到台北 他說所有體驗都是照舊 現在就要先吃我們的晚飯 吃飽之後 他現在有一個DIY活動 邀請我們一起參加 有一個煲袋 然後裡面會有一塊米奇和糖豆 我忘記他的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用糖豆印在上面 就是一個紀念品 我放在這邊 放上來大概壓30秒左右 幫我前後左右移動 現在壓上去 壓大概30秒左右 但他也提到就不要清洗他 因為他可能會脫掉 這個也挺好玩 剛剛已經完成了這個DIY的手作 他那個就是米奇 他印在中間 我就印在這個位置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那個 是在旁邊特別焦了一塊 好像有點明顯 但他已經隔了牛牛子上面印 但不知道為什麼都是這樣 可能我印得太大力 他那個就OK 他那個就不明顯 他印在中間也挺好看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機會 會來這個環島之星列車 大家就可以試試玩一下 我覺得都挺有趣 而且今天可能已經晚了 這個時間 其實就沒有什麼人的 這個班次 可能這個已經吃了十多個 這次的台北之旅 就來到這裡 所以來說 真的很滿足 而且試了很多想吃 想玩 想買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看得很享受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其實還有幕後花絲 我們最後去了Colorok車廂 跟其他一起唱K 因為版權問題 而且怕大家耳朵流產 所以不會整段音樂這樣放 不過這晚真的很開心 有機會跟同車的乘客一起唱歌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回憶